白羊经典研究学刊第二期 仙佛说故事 一 龟兔赛跑 约会师母说故事 你们有没有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 乌龟和兔子有一次赛跑 在跑了一段时间 兔子见到那只乌龟跑得很慢 想说这很容易 终点就在前面不远 我再休息一下吧 但当他这样子睡下去醒过来的时候 见到那只乌龟已经很接近终点了 这时兔子想拼命地往前跑 也已经来不及了 这只乌龟再前几步就已经达到终点 就赢了这一次的比赛 你是往前冲义无反顾的兔子 还是那一个半路休息的兔子呢? 做一个往前冲的兔子很好 但是为母我要叮咛你 不要冲过头了 要知道自己往哪一个方向冲 才不会把自己给弄疼了 知道吗? 好 坐下 在座的猪卫 你们比较喜欢兔子还是乌龟? 其实你们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因为你们是选择哪一个比较可爱 是不是呢? 那么你认为自己是乌龟还是兔子? 是乌龟的举手 放下 是兔子的举手 放下 没有选择的人 是不是代表你是乌龟也是兔子? 为母 我提出这一个故事 所要让你们了解的是 如果你是一只乌龟 希望你能做一只勇敢的乌龟 如果你是兔子 希望你能做一只认真的兔子 别以为自己了不起 要学会担得起 别认为自己做不到 要学会做得好 可以吗? 当你学会担得起时 你就不会嫌弃别人 当你学会做得好时 你就不会产生无力感 上帝就是因为太了解你 所以才会为你如此的安排 而你的接受就不应该存有怀疑 道场不分文化 不分种族 本是一视同仁 而你在这个道场 必须时时提醒自己 我是修道人 我是上天的使者 当你清楚这一点 你会要求的人是自己 而不是他人 明白吗? 有识言 做一鸣萤火也好 在黑暗无边的时候 做一只绿牙也好 在乌铜落叶的时候 做一团炭火也好 在满源冰雪的时候 黑暗中的萤火是黄金呀 凋零剂的绿呀 是生机呀 寒冷里的炭火是人性的灯呀 此时上帝不论你付出多少 只看你何态度更远 不在乎你成就了什么 只在乎你的真心能坚持多久 末日的审判是审判存心 白仰的开拓是开拓性灵 我如何在末日里开拓 在开拓里竟由审判而被肯定被接受 在上帝的面前 我是微小的 在世人的眼中 我是平凡的 虽然微小 我不失忠诚去发挥天赋予的本能 忠诚不是渴望恩宠 虽然平凡 我也不忘努力去实行生命中的本物 努力不是想要伟大 我本身的得救 完全是由于精神的真诚 这是彻底而永恒的 应当贯穿在毕生的每一刻中 和所有遭遇里 坐了一个早上 你们是否有听懂维母我所说的话呢 你的心还在这里吗 每个人都有他的起跑点 而每个人的起跑点都不一样 然而最重要的是 我的起跑点是朝向哪个方向慢进 你不可以不清楚 今天你面临这么污秽的时代 你所要秉存的情怀 你身为修道人应该要非常清楚 才对 道场 世间合理的事情 你学会接受 听从 但不合理的时候 你应当学习的是礼貌 尊重 这就是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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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养 你身为修道人应该要不打开 你身为修道人应该要不打开 那就是涵养